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多項式的函數及它的圖形 我們在指標坐標上面 來觀察 x 跟 f 的關係 我們就先令 y 等於 f 的 這邊我們就會開始討論到 f 的多項式它的 degree 0 或 1 或等於 2 的狀況 當今天多項式的 degree 為 0 或 1 的時候 它的函數圖形會呈現一個直線的圖形 如果它的 degree 為 2 則會呈現一個拋物線的圖形 接下來我們利用秒點來觀察這整個圖形的形成及變化關係 我們今天所取的例子 f 的 x 等於 x 三次方 減 x 所以看到底下的例題 f 的 x 等於 x 三次方 減 x 我們先把一個點找出來 我們令 x 為 0 的時候 則 f 的 x 會得到 0 令 x 為 1 分之 1 則會得到 f 的 x 等於 8 分之 3 依序再往下去 另外一個方向 當我們令 x 為負 1 分之 1 的時候 f 的 x 會等於 8 分之 3 一樣依序往下 接著我們就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個函數圖形顯示 由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會產生幾個重要的性質 性質 1 多項式函數 它的圖形會是連續不斷的 重要性質 2 對於一個 多項式它的最高次方比 1 還要大於或等於的時候 也就是它的次方數不會小於 1 的時候 當首項的係數為正數的時候 那圖形最右方會一直往上跑 當首項的係數為負數的時候 當然相反的 我們圖形最右方的線段 就會開始往下方跑 這是它第二個最重要的性質 接下來 我們就經由函數圖形 去觀察 這一個方程式 它的一個實根的狀況 我們經由剛剛立體的瞄點繪圖 會去發現到說 f 的圖形 它跟 x 軸所形成的交點 也就是它的 x 的坐標 實際上就會是 f 等於 0 這個方程式的實根解 我們再回想一下剛剛的那一個例子 我們當初是令 f 等於 x 三次方再減掉 x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把 f 的 x 看成 y 那 x 三次方減 x 經過運算之後會得到 x 乘上 x 減 1 再乘上 x 加 1 這整個式子 也就是說當今天如果令 y 為 0 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 x 的結果 為負 1 0 或 1 也就是說 x 三次方減 x 等於 0 這一個方程式它的三個實根為負 1 0 跟 1 那我們在圖形上面所顯示出來的 就會跟 x 軸交於負 1 0 0 以及 1 1 0 這三個點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多項式方程式它的實根 就是跟 x 軸所交的點 它會呈現在函數的圖形上面 那須根在方程式的須根上面 則不會呈現在函數的圖形上面 比如說第一個例子 今天如果 y 等於 x 四次方減 5 x 平方加 4 那同樣的我們令 y 等於 0 經過運算結果可以得到 x 等於負 2 負 1 1 2 這四個解 那這四個解在圖形上面 也就代表了負 2 0 負 1 0 1 0 2 0 這幾個交點 所以形成的圖形就如圖上所示 那例題2 如果今天 y 等於 x 加 2 整個乘上 x 減 1 在整個乘上 x 平方加 x 加 1 同樣的我們令 y 等於 0 則 x 的解會得到負 2 1 以及後方的 2 分之負 1 加減 根號 3 i 那後面的兩個正負形成的 i 非實根 所以我們在圖形上面所呈現的 就會是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以上就是多項是方程式跟他的圖形